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特 以色列等多个国家的技术支持 这些国家都给叛军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的军事作战武器 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叛军为什么一直难以收服的原因 而这次俄罗斯一举击败了 也是非常优秀的 在检查叛军交出的军火武器中 俄罗斯真的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除了美国所给予的技术之格类 坦克导弹之外 还有以色列的迫击炮 这些叛军准备进行划武袭击的确凿证据 都让俄罗斯愤怒不已 然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俄罗斯竟然在这堆军火中发现了印度制造的火箭筒和英萨斯突击步枪 这实属头一回 要知道 此前出现的都是美国 法国 北运制造的各种武器 这些国家都是通过叙利亚汉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看过多次西方国家的武器之后 也见怪不怪了 我们心知肚明的 然而此次看到的印度武器 实在是令人诧异 更何况通过使用情况来看 这并不是二手的武器 而是印度提供的全新的武器 我们知道 长期以来都是西方国家在参与叙利亚战争 对叛军在背后进行技术的支持 印度一直是没有声音的 而这次爆出的武器 更是让俄罗斯感觉印度的不良居心 俄罗斯很有可能会找印度讨一个回答 毕竟印度可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我本身讨论者说明说说明师的武器 他是俄罗斯的武器 而在分体制者说明师的武器 所以说明师父亲是时候 听说明师父亲是祥罗斯危继行的 所以他哪怕做了 替耳机